长生生物市值蒸发近65亿,受狂犬疫苗事件影响,预计今年减少约7.4亿营收,曾卖25万只不合格百败破疫苗。 7月18日,有关调查部门车辆停在长生人区办公了门口,新京报记者李云骑社,长春长生生物狂犬疫苗风波追踪。 7月18日,现狂犬病疫苗风波的长生生物连续第三日跌停,市值蒸发近65亿元,缩水至174亿元。 自前7月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告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过飞行检查发现长春长生生物动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 自令长春长生停止生产狂犬疫苗,与此同时,监管部门收回长春长生相关药品根部证书。 吉林盛局有关调查组,已经进驻长春长生,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长春长生是长生生物子公司。 7月17日,长生生物保护信息者,对有效期内所有批次狂犬病疫苗召回。 7月18日,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号健康中国消息,国家卫健委疾控时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为完成接种的消费者,可选用其他厂家狂犬疫苗。 新警报记者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北京未招标该疫苗,不受此次事件影响。 长生生物楼下出现监管部门车辆,7月18日上午9点,位于长春超越路和超软节交汇处的长生生物,看起来了一片寂静。 大门口不时出现,几位身穿白色制服的保安,对近出长生生物的人员进行询问。 新警报记者发现,长生生物界被森严,在厂区右侧靠近超越路的下来处,也有工作人员长时间站岗,在长生生物办公楼下的停车场。 记者还发现了写有食品药品监管的有关部门公务车。 7月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告就证,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查,足以进驻长春长生。 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国家药监局派出专项督察组,赴吉林独办调查处置工作。 7月18日,记者致电吉林省市药监局了解相关情况,电话无人接听。 记者拨打长春市市药监局急查出电话,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长春市市药监局,已经在配合吉林省市药监局对长生生物调查。 主要是省理调查,我们只是配合,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记者拨打长生生物董事会秘书电话,未能接通。 不久前从长生生生物退休,被一位员工胡杨化名向记者证实。 现在国家药监局和吉林省药监局的专家族,已经建筑常生生物。 该员工认为,主要是调查一些实质性问题。 他们要把这些疫苗出一样,到北京检测看看。 胡杨认为,此次事件只是记录的问题,要是严重的话就是吊销执照而不是收回了,要是说有人举报,的话也是对公司不满造成的。 在工厂外的栅栏处,记者向一位员工了解情况。 对方回应着,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不能接受采访。 另一员工对记者称,公司都在正常上班。 7.51项目即将竣工为出口疫苗车间,常生生物厂区西侧。 有一个常生生物投资,7.51的项目正在施工。 根据厂区外的项目介绍,该再建项目是常生科技项目第四期工程。 主要是水斗疫苗和狂犬疫苗即该项目16号生产车间。 该项目在2017年4月就已经开始,预计在2018年10月底迅工。 记者看到,这栋在建大楼主体已经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后期的装修等工作。 胡杨告诉记者,该再建项目主要是为了应对未来公司的疫苗出口,目的是要跟世界接轨,工艺需要达到欧盟标准才可以生产。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常生生物生产的疫苗销售覆盖,除夕在河港澳台地区外所有省份的销售网络。 并在印度、秦普寨、埃及、白俄罗斯等欧洲、南美洲、北洲及东南亚和中东十多个国家地区实现销售。 记者向胡杨了解到,虽然该项目即将竣工,但需要常生生物生回根普证书,进行设备调试,通过认证等条件后,才可以正式开始生产。 据新京报7月18日报道,在江苏连云港,也有一个常生生物的项目正在建设,包含带状炮战疫苗,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M-C5细胞到产品生产车间,以及致建化业综合办公楼等。 整体园区计划投资20亿元,该计划在提出后,一直到2018年7月还处于刚刚开始施工的状态。 胡杨告诉新京报记者,连云到项目才施工,是因为项目审批流程太长,没有拿到开工许可证没有办法动土,审批,配套没有跟上。 长生生物预计今年减少约7.4亿营收,长春长生目前为国内第二大狂犬疫苗生产企业,公告显示期2017年狂犬疫苗,销售额为7.34亿元, 占上市公司当面营收的47.26%。 7月18日一早,长生生物发布公告中,由于公司对有效期内所有批次的动干人,用狂犬病疫苗全部实施上回。 单向教会预计将减少公司2018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2亿元左右,净利润减少约1.4亿元。 对于下半年业绩,长生生物认为,此次动干人用狂犬病疫苗停产,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较大的影响,预计将减少2018年下半年营业收入约5.4亿元左右。 此前,长生生物预计上半年营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3.4亿元到4.2亿元,变动幅度为30%到60。 由于此次狂犬疫苗事件的影响,长生生物预计上半年营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修正为2.1亿元到3.17亿元,变动幅度修正为-20%到20%。 7月18日,即17日博时,安信泰达下调长生生物估值后,义方达广发九泰基金跟进下调,其中义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其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长生生物,按照14.50元进行估值,广发基金则将长生生物估值下调至16.11元,按照14.5元计算。 一般的基金认为长生生物,还将面临两个跌停,广发基金则认为长生生物还将面临一个跌停。 从彩林基金来看,截至今年一季度,11只公募基金持仓长生生物,持有数量占流通股比例为2.3%。 其中,富国天润强势地区,精选混合行证券投资基金持仓数量最多,共计持有862.01万股,长生生物同时也是该基金的第五大重仓股,占定值比达到了4.38%。 同花顺数据提供的机构成本估算为17.08元。 此外,华太百瑞价值增长混合行证券投资基金,华太百瑞消费成长灵活配券混合行证券投资基金,分别持有65万、30万股。 为623位,分别为第六大重仓股和第十大重仓股,占定值比分别为2.25%,1.80%,15年前因低价输出国企遭抗议。 长生生物的前身是一家国有企业,15年前,作为长春高薪的核心子公司,长生生物为长春高薪贡献了数千万利润。 历史数据显示,2001年长生生物实现净利润1,005万元,2002年净利润2,634万元,2003年1到10月末,实现主营义务收入9,551万元,净利润1,147.5万元。 作为控股股东的长春高薪2001年,2002年的净利润分别为430万元,730万元。 2003年,长春高薪决定卖掉长生生物,出售的对象为时任长春高薪副董事长,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 2003年12月16日,长春高薪董事会通过决议,你全部转让公司持有的控股子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9.68%的股权,每股转让价格为2.4元。 毕市担任长春高薪的副董事长高俊芳受让,长春长生1734万股股权,占总股本的34.68%,转让金额为4161.6万元。 上市公司亚太集团受让,长春长生1250万股,占总股本的25%,转让金额为3000万元。 由于长生生物优秀的盈利能力,市场对于长生生物2.4元的转让价格产生剧疑。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2003年12月9日,一家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还给长春高薪董事长发了一封行,表示愿意以每股3元的价格受让长生生物的全部股权。 同一天,该公司还给吉林省政府,第一位主要领导打了一份报告。 趁此前,我公司曾多次就长生生物,股份转让几本公司,受让上述股份之意向长春高薪置行。 期间,我们的报价均高于其他方报价,但从未得到过公平竞争的机会。 目前,我公司已给长春高薪报价3元每股,高出其他方协议收购价,但我公司仍没有得到进入的机会。 在市场、媒体的质疑中,2004年4月,长春高薪将长生生物的转让价,提升到2.7元每股。 不过转让最终完成,受让方依然是高峻芳。 2006年8月,亚太集团将股权转卖给高峻芳,退出长生生物。 至此,长生生物成公司有化,被高峻芳劳固掌控。 曾卖出25万只不合格白白铺疫苗,疫苗出现问题,对于长生生物来说并不是第一次。 根据2017年11月沙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等网站新闻,长生生物公告,长春长生生产的批号。 本2016-5014-01个百白铺联合疫苗,在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愿意的药品抽样的检验中,被检出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 长生生物生产的该批次疫苗,估计25.26万只,曾全部销网沙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资料显示,当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会同国家卫生技术委立即组织专家研判,向有关省市发出通知要求企业查明流向,要求各地停止使用不合格产品。 还派出调查组对长生生物开展调查,并进行现场生产体系和规性检查,并抽取企业生产所有在有效期内的败白破疫苗药品进行检验。 释发后,长生生物发布公告称,该批次25.26万只白白破疫苗共实现销售收入约83.38万元,鉴于白白破联合疫苗在公司销售收入总额中债比较小,因此上述事项对公司目前生产经营重大影响。 此外,长生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黄虹成在2017年,被公诉机关主控犯非法经营罪。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2013年期,8月份至2016年3月份,黄虹成在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单独活活动里致意。 从同样为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上加利某,获得34万元的水灯、轮状病毒、T23加肺炎等疫苗,购买到这些疫苗后,黄虹成通过厦门苦避南长途汽车站,拖越或者亲自配送,转手加价分别销售给张州市、龙岩市、张平市的多个乡镇卫生院防疫科的工作人员。 2017年8月4日,黄虹成在厦门市被公安机关装获归案,2017年11月法院判决,认定黄虹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 行经报记者李云奇王全浩许文,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